大家好 今天是8月25日 星期三 8月份的市 大局当然是先高后低 但指数先由8月11高位26822 跌至8月20低位24581 急跌2241点后 出现一个反弹 反弹直到25日高位25982 如何计算 市已经在头尾四日之内 反弹了14001点 降幅度不算小 剩下来的就是 看看指数能否在十天线之间 徘徊之后能够成功突破 虽然今早曾经突破十天线 但始终来说 在回吐高额主导之下 市仍然反复 新经济股有明显的反弹 但去到高台买盘都已经却步 唯独是中资的电力股 大家有没有留意到 近期来说 很多都创了一年的高位 而且势头还是比较顽强 包括902 华能 991 大唐发电 1071 还有2380这四只电力股 其实股值都不算是高 如果大家在现在的水平 想做任务部署的话 中线一点买 我觉得问题应该不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